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好 我是老夏 今天我们用芒果的果肉来做非常好吃的芒果沙冰 首先把芒果的果肉取出来 芒果一定要选熟透的 否则吃起来口感会显得生涩 芒果肉取出以后 加一点柠檬汁 放一勺盐 这个是枫叶糖浆 用蜂蜜代替或者用糖水 按照1比1的比例调制的简单糖浆也可以 我们在上上期做柠檬沙冰的时候 用的就是简单的调制糖浆 再加100克的椰汁 椰汁的口感比较柔和 与很多的水果都特别的搭配 现在我们把果肉用料理机搅打一下 然后给它放到冰箱里冷冻过夜 咸大屏 等到第二天 锅肉已经完全冻住了 给它切成小块 再搅打一次 放入锅子 经过第二次的搅打 撒冰会更加细腻 搅碎以后再次给它冷冻起来 芒果沙冰咱们就做好了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做出香蕉 哈密瓜等其他口味的沙冰 芒果沙冰可以冷冻保存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记得关注我 我是老夏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